果然叶晨没有猜错 下入血的气息不断震荡 的确在不断尝试突破到乾坤镜 不过这时候他体内震荡不休的元气 似乎后继无力 却是缓缓平复下来 突破也已经停止 距离乾坤镜二增天 不过一步之遥 虽然还是一层天 但也很匪夷所思了 不过战礼还跟不上 叶晨看着下若雪 嘴角勾起一抹糊涂 下若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在狱外行走 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 叶晨也不用那么担心了 听到叶晨这话 下若雪笑意盈盈 内心欣喜无比 他开心不仅仅是因为境界突破 实力变强 更多的原因其实是叶晨的出现 下若雪陷入幻境之中 他内心已经绝望 认定自己必死无疑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下若雪最渴望的 其实便是见叶晨一面 只是下若雪也没有料到 他内心的愿望不但实现了 而且叶晨还成功拯救了他 带他走出了幻境 此时此刻 下若雪看着叶晨无比感动 明眸不由地躺下精英泪水 下一刻毫不犹豫地一把抱住叶晨 轻声哭泣 述说自己的思念之情 叶晨与下若雪相拥在一起 享受着叶晨的温暖怀抱 下若雪无比地安心 而在这时 叶晨却是察觉到 在下若雪身后的古庙大殿之中 竟然镇压着一块石碑 石碑之上却是一段文字 看到石碑上的话语 叶晨不禁眉头一挑 有些诧异 这十辈之上记载的 正是月魂魔女的诗迹 上面说月魂魔女 是一名杀神般的存在 这里经过月魂魔女一战 变成魔地 有上古佛陀到了这里 察觉到这浩荡魔气 便建立了这辉弘佛殿 专门镇压月魂魔女 造成的杀戮气息和魔性 与此同时 这里也记录了月魂魔女 月魯的信息 看样子 月魯似乎是前往了一处 神秘的黑暗之地 石碑上并没有标明月魯的下落 只是说月魯 前往了无边黑暗笼罩 神秘至极的毁灭之地 根据石碑的描述 这毁灭之地应该极其恐怖 而此刻月魂魔女 也从轮回墓碑之中走出 看着这石碑上雕刻的文字 目光闪动 却是沉默不语 月魂前辈 你知道月魯去什么地方了吗 叶晨一丝神念进入轮回墓地 看着月魂魔女好奇地开口问道 如果月魂魔女清楚月魯的所在 这对叶晨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毕竟这样一来 寻找月魯的过程就简单多了 不用她再寻找月魯的具体位置 听到叶晨的话 月魂魔女却是犹豫地看向叶晨 先是点了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 月魂魔女这般 叶晨不由地傻眼 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正当叶晨准备认真询问之时 月魂魔女再度开口说道 石碑上描述的地方 连我也不确定在哪里 甚至不知道是否真实存在 所以我没办法确定 闻言 叶晨眼中不由地闪过一抹失望 不过既然月魂魔女也不清楚 叶晨也不再多问 告辞一声便退出轮回目的 与此同时 在外界 月煞湖上空 明月谷的长老们都已经退去 但是侯天却凌空站在天穷之上 在他脚下是一道灰红无皮 威能浩荡 仿佛要镇压诸天般的可怕阵法 将整个月煞湖所笼罩 此刻侯天掌控着阵法 却看到月煞湖内的煞气 竟然在快速转化为 精纯的月光与灵气 向着湖水之中的黑色漩涡 席卷而去 月煞湖是明月谷的禁地 同样也是一处 具备着浓郁灵气的所在 只不过这里的灵气 都被煞气笼罩 无法吸收 可是如今煞气 却被转化为精纯的月光灵气 这月煞湖瞬间 便成了一处宝地 但是侯天对这一变化 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 因为月煞湖的所有灵气 都涌入黑色漩涡之中 这显然表明 进入黑色漩涡中的人 获得了机缘 虽然不知道是夜晨 还是小白 这只太阴玉兔 亦或者最先进入的人族女子 但侯天都不会允许他们活下去 月煞湖是明月谷的禁地 是明月谷的东西 在侯天看来 夜晨等人完全是在虎口夺食 这让他痛恨万分 感到没面子的同时 也肉疼无比 毕竟连他都无法获得月煞湖的机缘 既然我得不到 你们也别想要 不论里面还活着谁 都去死吧 此刻侯天面色猙獰 壮弱疯狂 他身上气息震荡 一道道灵气顺着脚掌席卷而出 竟然连接到脚下的大阵之上 这是明月破天阵 具备着对抗乾坤境中期强者的可怕威能 此刻侯天要借助这阵法 直接将月煞湖毁掉 到时候 不论夜晨等人获得了怎样的机缘 只要月煞湖毁掉 还在黑色漩涡之中的他们 便要跟着一同毁灭 绝对不会有翻身的可能 不得不说 侯天也的确疯狂 或者说对夜晨几人 已经恨入骨髓 不然他也不可能动用阵法 毁掉月煞湖这样的重要禁地 此刻随着侯天的掌控 明月破天阵微能凝聚 一道道灰弘月光 在大阵之中凝聚 这月光不断变化 最终化作一根根晴天巨柱 悬浮在阵法之中 侯天用尽全力 凝聚八十八根月光阵天神柱 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将月煞湖彻底地镇压碾碎 化为积粉 眼中闪过一抹疯狂 侯天凝视着月煞湖 凝视着此刻还在不断吸收月光 与灵气的黑色漩涡 手掌轰然暗下 都给我毁掉 都给我去死 侯天的怒吼声响彻四方 连绵山谷之中 不少山鸾都被侯天的怒吼震得颤抖不休 而不少生灵听到侯天 言语之中蕴含得无尽杀意和疯狂 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感到十分的恐怖 就在八十八根月光阵天神柱 即将命中月煞湖 将整个月煞湖直接砸得破碎 变成积粉的时候 三道身影却陡然从黑色漩涡中冲出 这三道身影正是夜沉与夏若雪 还有小白 看到三人冲出 侯天的面皮陡然抽动了几下 神色却是更加疯狂 侯天已经决定不惜一切 抹杀夜沉三人 所以动用全部力量 催动明月破天阵 凝聚出八十八根月光神柱 要一举毁掉月煞湖 让夜沉等人也彻底地陨落其中 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 夜沉三人竟然会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从黑色漩涡中冲出来 而他凝聚八十八根月光神柱 已经用尽全力 想要让月光神柱 停手 根本不可能 月煞湖的毁灭 语然成了必然 该死 侯天忍不住疯狂怒骂起来 他为了杀死夜沉等人 甘愿舍弃月煞湖 只是此刻 夜沉三人却已经冲出黑色漩涡 但他却注定要将月煞湖毁掉 这完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让侯天怎能不恼火 我要你们全都去死 八十八根月光神柱轰然砸落 夜沉三人眼中不由地闪过一抹骇然 夜沉三人刚刚冲出黑色漩涡 便见到如此蔑视一般的可怕场景 那八十八根月光神柱 甚至是能镇压在场所有人的可怕力量 根本无法抵挡 这个侯天真的是疯子 他想毁了月煞湖吗 八十八根月光神柱的威能虽然可怕 但夜沉也察觉到 这八十八根月光神柱 并不是冲着他们三人来的 只要躲闪过去 也不会受到多少伤害 侯天是想要将月煞湖毁掉 这个疯子 夏若雪凝视着侯天 眼中闪过一抹鄙夷 下一刻鲜鲜御手突然一挥 却见一道精纯至极 蕴含着明月元气的力量 顺着他的手掌 直接涌入月煞湖 没了煞气 已经变得清澈的湖水中 月之元气进入月煞湖的一瞬间 月煞湖轰然震荡起来 这方山谷四周的山峰都是不断坍塌 整个月煞湖剧烈的颤动 下一刻竟然直接连空飞起 看到这一幕 暴怒的侯天更加疯狂 尤其是夏若雪施展而出的月之元气 让他内心嫉妒发疯 他已经是乾坤境中期的强者 但是对元气都没有多少领悟 这个女人凭什么对元气领悟如此之深 此刻八十八根月光神柱 依旧在悍然砸下 只是月煞湖此刻悬浮在半空中 却是悄然转动起来 竟然在急速缩小 等到月光神柱即将命中月煞湖的时候 月煞湖却已经变成一人大小 轻松躲过了月光神柱的轰杂 与此同时 他还在缩小 最终变成拳头大小 流光一般 直接撞入夏若雪的手中 看到这一幕 夜晨和小白都十分惊讶 这月煞湖如此浩荡 蕴含如此浓郁的灵气 甚至内部还存在空间 竟然是一件法宝 而且夏若雪可以如此轻松地 将这法宝收入手中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月煞湖 会认月之元气的掌控者为主 夜晨心中猜测 却见夏若雪摊开手掌 原本一方浩瀚大湖 如今却像是一块石头般 石头中央荡漾着一摸摸 闪烁明月光滑的水波 还挺好看 夜晨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隐约感到这石头一般 巴掌大小的月煞湖 若是砸出去 恐怕能砸穿大山 甚至是撼动天地 八十八根月光神柱 没有砸中月煞湖 却是砸在了月煞湖 消失后变成了一处 深坑的大地之上 下一刻 八十八根月光神柱 直接轰穿地面 全部都轰鸣作响 直勾勾地撞入 这浩荡大地之中 形成了八十八个巨大的洞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